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 2月27日 刚才收看了海外的一个网站 新唐人推特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讲到了天津有一个最美的教师 应该是中学教师吧 还是小学教师 小学教师 那么他这个 在这个讲台上 对学生们讲话的时候 那是非常非常的负面 非常不礼貌 不文明 这个价值观有问题 你想长得这么漂亮 一个女教师 这个中学教师 您当时 这个非常非常的温和的 非常热情的 公平的对待学生 她不是 她讲什么呢 讲这个钱 讲这个经济力 她是天津的一位教师 这个教师讲这番话呀 被抖音 录制 发表在网上 现在是人们热议 也就这篇文章 你看这美女教师 大概就二十多岁吧 你看 这个戴着眼镜 这个站在讲台上 下面还有小孩 你想这个 教师教师 对吧 叫以身作则呀 言传身教 这个过去孔子的时代 不都讲过吗 这个学生 有教无力吗 就是教育的时候 大家平等的 不认有钱 没钱 你是当官的 还是商人 还是穷人 应该是 他一视同仁 但是他没有 他反倒 以这个 整个社会上 这种 普遍流行的 这种风气 也就是什么呢 做什么事 都按照你这个 这个 有钱没钱 来衡量 这视力演 那么这个事情 发生在当地的 2月25号 是大陆的 网友爆料的 他是天津市 咸水沽二总 初二学生 初二年级主任 萧彩虹 这个训斥学生 用了很多的语言 就非常非常地 这个脏话连篇 而且告诉学生 说是你们 这个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家教 关键就看你们父母 有没有素质 赚钱多少 这个话讲的 实在是 这个令人听了以后 感到就不顺耳了 那么 可见这个 整个这社会风气 实在是糟透了 你看他怎么说 他说 这个 你妈妈一个月 挣多少钱呢 你爸爸一个月 挣多少钱 别怪我瞧不起你 这位教师 对学生训斥 是历生训斥 说 某某某的妈妈 一年挣的钱 比你妈妈 五十年挣的多 你们是一样的素质吗 能一样吗 你看这事 真是 这个 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教师 给大家看一看 下面是一个录音 这个就不播放了 有版权 打开意思 我已经给你们 服输了 那么这是我想起 我的小的时候 童年 少年时代 这个我在大连青宁小学 青宁挖桥小学 就在那市中心的地方 在那上小学 上了七年 后来呢 这个七十年代 恢复这个中学 叫闹革 叫福克闹革命 文化大革命 以后又上了 这个 一段时间 不长的时间 中学 在大连第十五中学 我很幸运 我在学校时候 都遇到老师 对我好 对其他孩子们也好 特别是 这个小学的时候 我记得 我们的老师 他的先生 是一个 就是海军的军官 那老师 经常批评我们 我们调皮导弹 老师有的时候 管不了我们 老师就哭了 那些小男孩们 太能能闹了 比如说 旁边 那小朋友 上前面写字的时候 到黑板 有的人就给那小孩 后背挂一个 这个纸条 就逗乐玩 搞得 有的时候 无眼长期 老师还生气 但是 不管怎么生气 这个最多是 讯讯我们 没有讲这样话 尤其是不会因为 你家穷和不穷 瞧不起你 那时候 你看那小孩家庭 爸妈妈 工人 农民 没有农民 就工人 就小职员 或者工人 收入少的 穿的衣服 吃的饭 就不好的 那老师都 都不仅不歧视 而且还帮助 我都曾经到老师家 我家去 里面我去 吃饭 上他家里 给我做这个 西州和 再给一个馒头 我都记忆有限 后来我上 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是 于凤林老师 在我被抓之后 2006年 我从监狱放了 放回来 我还去看过他 那时候 他就已经70多岁了 不知道现在 是否健在 我也不敢 给他打电话 国内亲友 都不打 怕给人添麻烦 因为现在 人家共产党 给我们列位 反个命了 咱们就是说 这个怕给别人 带来这个灾难 其实挺怀念的老师 还有这个 这个王知新老师 是教我那个语文的 还有这个李牧老师 培养我的 这些人家里的饭 我都吃过 这个他们这是 没要我们 一口水和 一个好处 一个铜板都没有 那时候社会风气好 我们家里穷家 妈妈这个 四个儿子 你想真是 这顿吃 吃得不到 下顿在哪里 每天抽容 这个 老母亲也最后 得了抑郁症 也是死的时候 他们不信 这事我就不说了 踏上不归路了 这些故事 现在想起来 很悲惨 但是那时候 就碰个老师 个个都好 那老师 我记得 有一个教师 于凤林 当时他先生 在三县 城市 两地分居 他全部身心 都铺在教育上 对那些小孩 不管男男女 都好 从来没有 这样的老师 天居 还最美教师 这哪叫教师 这就是 怎么说 好像警察 像有一些 思想品行 不好 动不动 打骂老百姓 警察一样 他不是这样 这老师 思想品质有问题 也和社会 风气有关 说是 最可笑是吗 说是他竟然这样讲 对小孩说 他说 你将来会延续 你父母的收入水平 你不好好弄 连你父母的收入水平 都不会延续的 你这小孩听了以后 心里多难过 因为小孩他小嘛 刚刚长大 世界观还没有形成 看待社会 怎么来看社会 老师应该严喘深究 没想到 老师告诉他 用钱来衡量 有钱就是高水准 没有钱就是低水准 搞不好 要世袭 这一代赚钱少 下一代也叫人瞧不起 等等 这些小孩 心里的伤害非常大 一个是 由于造成小孩们 自卑感 不如别人 另一个 小孩回家以后 对父母不好 和父母闹 制造家庭矛盾 另外还有一个 叫小孩心里 有一种复仇 仇死社会 头是他人 因为他感到不公平 别的小孩妈妈 挣一年 挣那么多的钱 她的妈妈 只爸妈 挣那么少的钱 相差都是 几十倍 百倍 你看这老师怎么讲 你爸爸赚了一年的钱 还不如人家 人家是 就是一个月赚的钱 等等 他讲这些话 而且妈 学生们是蠢蛋 这是七八种的 七八 贼没有家教 等人 你想这些事情 这样搞下去 将这个 这个可以这样 误人死地 户害下一代 这老师是有罪的 讲这样的话 但是可笑的什么 说大陆的网友 从网上人肉搜索 去年十二月 进入一篇报道 说是 萧彩虹 在学校评为 最美教师 还是学校工会的 骨干人被冤 你说像这样的人 怎么能给他 选拔这么高的位置 他给这个荣誉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是对上级 对这个校长 教研室主任 教务主任 他的上级 那是低三下四 是不是 好话说尽 这个拔面玲珑 对下边的穷人 对孩子们 弱势群体 他却是动不动训斥 诋毁 这个 这个 嘲弄 一看就跟教师 人品太差了 这样教师 我是真的 我难以想象 就在我们那个年代 绝对没有这样的教师 希望大家都能收听收听 这一段音频 就抖音上面发布了 你听到这个教师 是怎样对着孩子 训斥孩子了 充分反映什么 反映中国现在目前 目前这社会风气的变化 太可怕了 真的 怪不得这么多的孩子们出来以后 长大以后都变得什么 变得这个势力 都变得就是那个 这个 这个追逐那些 一个是有钱的人 追逐有权的人 确实 确实瞧不起那些弱势群体 这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厉害 结果实行了 实行了这些实习制 固化 阶层固化 就是穷人 弱势群体 老百姓没有上升的 极如上升社会的机会 这个社会发展下去 就非常危险 你想这些小孩 听了这话以后 留在 把这个仇恨留在心里 十年以后 二年以后 长大以后 就对社会有很大的破坏力 所以不要以为 这些小事 这个 往往人们不都讲了吗 好的话 是人心里温暖 会的话 有的时候 是人心悍 这确实 实在是太负面了 我都难以想象 如果现在我那些老师们 还见在他们看着这个视频 听听这个音频 他会想到这个旧雨 现在堕落到什么地步 堕落到地下 就放在地下的这个人格 这是难以想象 用什么语言能够斥责他 我说不讲 不讲讲 难听 如果这样教师 如果这样教师 在加拿大讲 就都判刑了 那绝对百分之百的 散布仇恨的言论 这个虐待的小孩了 儿童了 那是肯定犯法了 不仅仅是批评教育的问题 那肯定要开除 绝对不客气 你看这里的老师 学生的关系 都看了很多 老师对那小孩太好了 那上课 小孩做什么都行 那在愉快的 融洽的 温暖的环境中 健康成长 从小都传说了一种 人人平等的 人人厚爱 大爱乌江的一种情怀 你看这里的上课 你看 中午就这个学校 这样的小学 我这是太可怕了 觉得 一定要改变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餐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